好直接發動 ad 轉換者的效果 反轉換想召喚師 哦可以哦 來 on 效果 出了吧 地天之騎士蓋亞德雷克 哦想不到吧 然後再使用星雨霞融合 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慶 今天要來介紹我們 地天之騎士蓋亞德雷克的牌組啦 那就是這一張哦 地天之騎士蓋亞德雷克 那這張卡片呢 是最近這個車輪戰 那個樂透用樂透幣抽的怪獸哦 那這一張卡呢 他是一張融合怪獸 他必須要有大地騎士蓋亞騎士 加上效果以外的同步怪獸 就可以來做同步囉 不需要任何的協調怪哦 兩隻同步怪獸就可以來同步出 這個這一隻怪了 那他的效果是不會成為怪獸的效果對象 就等於說不會被指定啊 例如說我這個手槍龍 呃就雙雙管手槍龍或是什麼炸彈蜘蛛 我要指定他我要炸他 但是我就選不到 那不會因為不會因為怪獸效果被破壞 就是不會被這個黑腸威 呃這個炸場的時候不會炸到他哦 大概就是這麼一這個意思哦 那 需要大地騎士蓋亞騎士跟這個 沒有效果的同步怪來同步 我覺得真的很麻煩哦 大家可以看到哦 我們要用這一隻這一張卡來同步哦 啊我們要先兩張卡同步出這一隻 然後再同步另外一隻那個沒有效果的 同步怪然後再同步 這樣真的至少來應該會浪費個四張卡 我覺得太太浪費了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使用幻想召喚師來召喚 那我今天的策略是怎麼樣呢 我在先攻的時候哦 我可能就會先使用這個新羽霞融合 把我們的 ad 轉換者給堆目 然後叫出我們的這個 英勇新羽霞哦 那 ad 轉換者在墓地呢 我們隨時可以反轉怪獸 那等到我們下一個回合呢哦 之後的回合我們在 覆蓋這幻想召喚師呢 直接用 ad 轉換者讓他反轉 那我們就反轉的時候呢 可以釋放此卡以外的怪獸 直接特招額外的這個怪獸 但是以此效果特招的怪獸 在結束階段就會被破壞啦 所以我們為了防止他被破壞 我們放了次元之門哦 那我們要被破壞 我們直接給他除外就行了 那除外之後呢 這個對手直接攻擊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張卡送到墓地 然後再把被除外那一隻哎送回來 那這麼一來他就不會被破壞了 呃就是他原本要被破壞 那跳出去啊 那個效果沒有了之後 回來就變成一般的怪獸 所以我們就可以讓這一隻哎 戰場而且打進也還不錯 那大概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風暴呢 是拿來拆這個吃元之門 因為如果對方沒有直擊的話 我們要主動把他拆掉 才可以讓怪獸跳回來哦 大概就是這樣啦 然後還有 然後還有放了這個 混元龍拘物始祖神 因為我有光跟暗的怪獸 還有粒子球 那這個 取舟旋風是觸發等值召喚用的哦 ok 那牌組介紹到這邊 我們直接來實戰給大家看吧 go ok 來了我們第一場遇到伊西斯 那大家要注意一點哦 就是我們使用心語霞融合 就不能再特招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直接心語霞融合 然後用ad轉喚者反轉 那個幻想召喚師的話 就跳不出來 因為沒辦法特招哦 這一點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這裡 呃 其實我覺得龍魔島不一定要叫出來 呃 直接開心語霞融合好了 好我們直接開心語霞融合 那就率先的把這ad召喚者給堆入 好直接召喚出來 那因為等一下戰破 還可以再檢索吧 所以我這邊可能就沒有要 可能就沒有要用他的效果來抓哦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先召喚 好 這樣我就不開了哦 因為這樣會丟牌 反正我們等一下可以檢索嘛 我們戰破就可以抓了 好 來打過去感覺有栗子小球 好來我們這邊檢索性小融合 那希望等一下可以抽到幻想召喚師哦 就可以馬上使用目的這個ad轉喚者的效果 讓他反轉 然後特招我們這個 地天之騎士蓋了 ok 那對方手上應該是有栗子小球哦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古珠一隻 只是我是覺得他我怕他把我變白骨了 他這樣我ad轉喚者就 呃就就沒辦法反轉了 技能 呃是回歸縣市的制約的機率很很高哦 哎呦 果然啊他直接把我變白骨了 所以呃我就沒有辦法反轉 不過沒有關係哦 我還是可以把他蓋起來哦 好 那我們這邊繼續來綠牌 哦只是不知道對方玩什麼啊 不知道他對方是玩什麼牌子 那我這裡 哦 好把這個龍魔島 就收到目的好 那我現在就 排隊剩九張嘛 我有三分之一的機率可以抽到 好 直接攻擊 ok 這個伊西斯他在想要不要開古珠 還是栗子球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他好像蠻卡的 而且目前還不知道他在玩什麼牌 哦是一個光盜 這邊應該會炸了守護者吧 能磨倒 或者是後台也有可能 但是 哦 他這樣炸我可以擋兩次哦 完全不怕哦 曙光的騎士 然後現在墓地還有多了一張封任機了哦 ok 來 直接打啊來這邊感覺要開一個例子 ok 好 在動在攻擊 還會再發動嗎 我覺得可能會扛扛這一下哦 因為他現在只剩下 哎還有兩張哦 比書跟風恩機了哦 還可以扛啊 但是我們 他不趕快抽到那個幻想召善師的話 就可能這場就要贏了哦 因為對方也只是在拖時間嘛 而且目前也 看不出來要幹嘛哦 呃一張按 哦他這邊可以跳混元龍啊 他這邊是可以跳混元龍 好 但是我不知道他又沒有啊 然後我們墓地的怪啊 一直變白骨 哈哈 這個技能真的是 太 太奸詐了 ok 又蓋了一張牌 又要結束了嗎 我覺得 我覺得他真的很卡哎 又又是蓋怪哦 就完全沒有要攻擊的意思 ok 來 好我們這邊抽到混元龍 哎其實我 我目的一大堆暗的也是可以跳哎 還可以丟他牌 那我覺得我這邊 我這邊跳一下好了 來 混元龍巨窩石主神 除外三只 直接特招 然後全部都是暗的話 可以把他的一張手牌 綁回牌組 ok 讓他少一張哦 ok 好 封擊 來這邊 呃一張古珠 然後一張封鑽劍 感覺可以兩張 呃耗掉一張哦 好可以 本來想說看能不能兩張都耗掉 只耗掉一張 好那這邊他要堆木 要堆什麼呢 該不會堆白石吧 哎如果堆白石 他就是一個很雜的牌組 光到 光到搭白龍 哎不對他光 他堆萊登哦 代表說他可能要 同步 他可能要同步哦 他有3加4哦 ok 哦 可以召喚萊拉 那這邊 呃給他炸吧 沒關系哦 反正我應該是 用不到 哎他其實炸這一張中間這一張比較好 這樣我被除外的龍魔島跳不回來 哦 我被拿 目前看來應該是贏了啦 啊他又丟兩張風箭機 哈哈 他又丟兩張風箭機 好 來 我們這邊直接攻擊 好還可以擋兩下 哇超會脫的 他還有一張風箭機了呢 哇好會拖時間哦 哇 真的很會脫哎 好 就讓你脫了 你有兩張手牌是怎麼贏啊 而且他就算叫出黑腸圍龍 炸場的話 我們 呃就是 這個墓地有 星小融合可以擋一次笑破 完全不靠 好 哎這邊 哎這樣是代進者啊他他要自殺了 哈哈 哦這場蠻無聊的 而且我們有點卡哦沒辦法 叫出這個地天之騎士了 那沒關係 我們繼續來打下一場吧 ok 來到我們第二場 遇到盜賊機師 好 那這個騎手 其實這騎手我覺得 呃還行啊 因為至少 有幻想召喚師嗎 我們剛剛是沒有 哦那對方是一個雷龍牌組 而且可能沒什麼後台哦 所以我雨炫 那我雨炫不知道用不用得到 好 那我們這邊 西魯小融合 先把這個 ad 轉換者給送木 好 這樣感覺就蠻穩的 啊那下一回合我們就可以直接反轉 幻想召喚師了 來 攻擊 直接檢索 聖魚霞融合 ok 好 接速回合 我覺得我們叫出的機率非常高 而且還有栗子小球 不錯 這場不錯 只是 沒有次元之門啦 哦我們沒有那個次元之門 所以 反轉之後會爆掉 好沒有關係來我這邊幻想召喚師蓋著 好 直接發動 ad 轉換者的效果 反轉幻想召喚師 哦可以哦 哈哈 來 放效果 出了吧 對天之騎士蓋雅德雷克 哦 想不到吧 然後再使用心語霞融合 帥哦 哇哦 來 那我這裡 把牌組的 幻想召喚師 當季瓶 好 這樣應該有機會了吧 來 攻擊 哦 直接特招 好繼續攻擊 bam 再來 bam 再來 bam bam 然後他要抽兩招哦 其實我剛剛 我如果使用 呃 這個 英雄心霞打我就贏了 我剛剛沒有想太多 因為 我忘了他這一套就是有這個 聖遺物哦 有點可惜啦 不過 不過這道牌呢 我們就是這個 第一天日騎士 我們不怕被他的那個混員龍炸掉 所以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而且雷龍他的打點 他打點絕對我沒有我高哦 好 來我們看一下 來這邊果然叫出混員龍巨窩死主神哦 ok 哦 不會因怪獸的效果被破壞 哎 所以我們剛剛使用這個幻想召喚師 他不會被破壞 哎 超強的 那根本不用帶吃緣之門啊 哎好猛哦 哎很猛哎 我剛才發現了 第一天日騎士他沒有被破壞 哎 所以幻想召喚師 叫出來他根本就沒有那個副作用 哦 超強哎 哎還不錯哎 比我想像中還要強哎 那那我根本不用帶吃緣之門啊 哈哈哈哈 哇 太太酷了 那其實就帶其他牌也行哦 好 他把我們抓過去 ok 可以哦 好沒有粒子小球啦 不用怕了 哦 那因為粒子小球非指定哦 我們也不用怕被被他打死哦 然後這個還可以 英勇心運俠還可以 擋這個 破壞兩次 哇靠都不要叫十一星嗎 不會吧 哦還好還好七星的 ok 可以哦 哦骨架領主哎 兇哎 哇這個很麻煩哎 我對方很兇哦 矛起來打哎 哇雷龍 哇 哇他直接 直接想要把我幹翻了 ok 好給你打一下吧 我有粒子小球不用怕 來尻我 雷龍效果除外 好先鎖一張牌 ok 我有粒子小球啊不用怕 哈哈 不用怕不用怕哈哈 可以哦可以哦 哎獲勝了 哈哈 好我們來打最後一場吧 ok 來到我們最後一場 遇到十六葉雅記 那我們上一場之後呢 發現那個吃煙之門 其實可以不用帶哦 所以我後來就換掉了 ok 好我們這邊召喚龍魔島的守護者 哦就把那個粒子小球變成兩張 然後宇宙旋風多一張 然後把 也就是吃煙之門跟風暴都拿掉 然後最後就是放滿那個惡魔鎖鏈 這樣我覺得 比較強一點也可以把粒子小球放滿了 對啊反正 都可以哦 那我們剛剛已經把ad給送木了 所以我們這邊呃 看要跳什麼呃 這邊看要 把誰當祭品啊 我們把龍魔島當祭品 ok 好那這邊就直接結束吧 那等一下只要抽到我們幻想召喚師哦 就可以直接來反轉一波 好遇到不知火哦 啊現在不知火很強哦 所以 我不知道打不打的贏哦 不過我們就盡量打吧 盡力就好哦 然後我們現在墓地有暗光光 暗光光 可以直接跳混元龍 嗯好像還不錯哦 但是他要直接跳石心哦 哦石心很猛哎 這個石心被炸就可以哇 有抗性哦 有點麻煩哦 所以 可能需要個粒子小球之類的 哇這種 重後台 然後又 開場就叫石心的 真的是非常的難打 好 然後又兩張後台 哇這場應該是 應該是有點 小GG的感覺哦 好我們看一下 來 呃 ok ok 哎好像還行哦 我們直接叫混元龍好了 來我們 把 這三張除外 ok 混元龍聚窩石主神 來發生效果 我們把後台給炸掉 那這個因為是非指定的 所以他一定要開 他不開就是被我們炸哦 哦 只怕有惡魔鎖鏈啦 好無敵線坑可以 無敵線坑可以哦 可以炸 哦這樣我們就可以炸兩張 哇變自己的聖槍 哦 哎呦哎呦 哎呦兇哎 哦破壞 這一張還有 好這個隨便了 ok 哦那五步的效果 然後還可以再抽一丟一哦 呃哈哈 到他這樣又有一張了 好 那我想想看 哎我直接把他轉手就好啦 對啊 我直接把他轉手就好 但是我這邊還是要看一下等值交換哦 來返回 我黑地的小球可以 來 我們這裡 發動了第九漢子的效果 哎我這邊打算把你轉手了抱歉了 呵呵我們可能沒有要用 怎麼幻想召喚師的效果 哦 這個幻想召喚師再等一下啊 等一下就輪到你了 只是沒辦法用 ad 召喚者把你 給反轉哦有點可惜哦 那我們看一下他這邊 有兩隻哦 但是他還可以 呃這五步應該不能用了 所以應該是兩隻都除外 那麼還有粒子小球 可以的可以的 哎 哦哦哦哦 我想說剛剛打怎麼沒有除外 哦原來他是比較晚 哇太兇了 還有粒子小球 可以我也有粒子小球 我不怕 哇那他這裡 雖然說他沒辦法再同步啦 不過他已經剩一張了 我等一下再打他一次就可以了 好 又蓋了牌哦 希望來個雨炫哦 把你的後臺給炫掉哦 來 我也有粒子想不到吧 哎 看你還能擋幾次哦 十六頁 來來雨炫雨炫 漂亮 說雨炫就來雨炫 哎超強的 超猛的 說雨炫就來 好爽哦 哈哈 嗯太神了 哇 盧工部隊 玩這種第三的啊 啊不就還好我有這個 不就還好我目的可以抗那個笑破哎 哎呦哈哈哈哈 吊死 啊但是他還可以再擋兩下 哎太扯了啦 這個不知火怎麼那麼猛啊 太強了吧 好扯哦 好猛哦哇 哇靠 我這到底打 哇怎麼那麼難打啊 哇不知火真的是 P1不意外 而且他 技能又用上升哦好恐怖哦 哇打不死的蟑螂哎 哦哦哦 我這邊先不開啦 我要看有沒有機會叫出 就是那個抽到我們幻想召喚師哦 好惡魔鎖鏈 哎 惡魔鎖鏈 先先蓋著 好 來我們這邊結束吧 啊這個轉手好了 以防萬一哦 好 那有惡魔鎖鏈 應該就沒問題囉 應該沒有問題哦 還可以再撐一下哦 ok 來看他打哪一隻哦 打這一隻好給你打了 冰小龍和 效果先擋一下 我這個惡魔鎖鏈還不急著要開哦 因為不知道他還有什麼效果怪 好幻想召喚師終於來了 哇到底有沒有機會呢 ok 結束 來這個站著 但是我等一下幻想召喚師哦 我可能 我我可能就不敢叫這一隻哦 叫這個超魔導的塔算還比較好哎 哎不然沒有啦 應該是說 叫個什麼七八人還是接救急龍 可能都還比較好哦 ok 來來來來來我們這裡 開惡魔鎖鏈 好 ok 好該不會有那個吧 速攻魔法卡 被禁止的聖槍吧 哎呦 到底有沒有呢 哎 什麼都沒有 好 那這樣我們就有機會了 ok 哎我們終於可以來 發動幻想召喚師的效果 好 我覺得還是 嗯可能還是跳 天地天之騎士蓋亞 可能還是比較好啊 因為他不會被 他不會被怪獸效果 被破壞 所以就不會有副作用結束的時候就不會自爆 哎呦我摸索鏈啊超兄弟 我靠他直接把我這樣啊哇 哎很角色哎 哇 很角色很角色哇哇哇哇哇哇哇 這一場 這一場也 太刺激了吧 但我覺得我這場 可能就 可能會輸哦 這個輸的機率還蠻高的 不过最後一場 呃確實蠻精彩的 哇 邊境長的 勝槍哦 我還想打哦 來我這邊如果開惡魔鎖鏈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哦 來 應該還是可以讓他無效哦 還是可以讓他無效吧 哎結果不行哦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那最後一場真的遇到一個太強的不治火 不過沒關係哦 我們今天有叫出這個第一天之騎士蓋雅的雷克給大家看啊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點個喜歡並且個獎 千萬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收留點不訂閱發表影片各位親分 那我們就明天見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